長榮騙子 依依吧 賴佑 長榮騙子 依依吧 賴佑 昨天就給你們時間了耶 不是不是 今天燈 24小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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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是長榮王空 女客不斷重複強調 已經等候班機超過24小時 就有多位讀者向蘋果投訴 只長榮王空這個月22號 BR68從輪頓飛往台北的班機 在英國機場登機前 通知飛機因為技術問題處理中 過了兩個小時之後 問題人無法排除 確定停飛 趕到隔天23號下午 接著長榮航空23號下午3點 請旅客安檢通關後 確定時被告知無法登機 這你講過了 這你講過了 這怎麼回事 今天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的飛機本來是定3點30分 下午 對不對 那到了之後 有很地前作業的一些機具 他一直往後沿 往後沿行 投訴人部門等事 曹龍在23號班晚5點多 又通知大家從你行李重掛 大家還得趕 重新安檢通關 去登機口趕搭7點飛機 好不容易晚上8點終於登機了 卻在晚上9點多左右 機長廣播因為超時工作無法起飛 確定再度取消航班 我必要做個解釋就是說 我們工作超時是有安全上的考量 我們不能逼他 那我們24小時上不算超時 投訴人表示 大家又得等接駁車到飯店 到達飯店已經是流燈時間 24號凌晨一點 而且不少人已經暴動 不滿長龍航空二次態度 也沒有主管出來解釋狀況 長龍航空對次表示 班機22號因為檢修 超過當地機場消限時間 所以沿到23號起飛 23號因為尋找旅客 和行李辨別等地勤作業問題延誤 造成飛行員可執行時間不足 航班依據三次延誤到 當地時間24號15點起飛 長龍航空盡最大的能力 將旅客遷轉到其他公公司 或是安排在當地住宿 並對這次航班延誤向旅客致歉 美洋局表示 目前已要求長龍航空 妥占處理旅客在外戰的需求 如果旅客對長龍的安排 仍不滿意 可向美洋局申訴 在意個案處理 又在伤力 上昇 余讀 又在伤力 好的